坐在牛奶海上方 龜山島其中一处 在上個月28號冒出濃濃白煙 坐在船上繞島的遊客 看了都超級興奮 實在太壯觀 為了親眼目睹美景 趁著週末好天氣 七號一早 民眾擠滿宜蘭五十漁港 就是要前往繞島一窺就近 民眾大老遠專程來這走走 所有船班也是在早上10點半起航 這天算是疫情以來 人潮最多的一次 業者都好興奮 這個疫情我們今年搞得很亂 三個月都沒有賺 都沒有賺錢 五月底就開始沒有跑船了 就到七月八月才開始跑 不過開心歸開心 出海遊客卻只有六成 民眾使用的五倍券狀況 也不如預期 如今台灣又要進入秋季 開始吹東北季風風浪變大 十二月到隔年二月 龜山島又要再封島 好讓島上生態修養 附近經濟要再活絡起來 恐怕只能等明年 不讓好時光白白流逝 宜蘭另一邊知名景點 清水地熱谷 遊客也是把現場擠得水洩不通 每個停車格全都停滿了 這裡更是在中午十二點多啟動停車場總量管制 如果民眾想在太平山這邊住宿沒有提前訂房 現場是絕對訂不到的 這兩日 十一月六號及七號入園的遊客數分別達到四千及三千五百人次以上 那山莊這邊的住房力也都是達到滿載 把握冷氣團來臨前民眾紛紛出遊 景點名點人潮滿滿滿 TVBS新聞簡大成李嘉燕宜蘭 前面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